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二个单字 叫popular popular popular这个字呢 它是三个音节 非常清楚 而且音节很清楚 音节很非常好记的一个字 叫popular 受欢迎的 那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就是 You are liked or desired desired这个字呢 就是被渴望 被渴求 被喜欢 被渴求的人 by a lot of people 被很多人所喜欢的 像它可能是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就会说它是受欢迎的流行的 那popular这个字呢 如果我们在字尾加上 ity 荧光笔画起来的地方 popularity popularity 多了ity的念法有点不同哦 那它就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叫做受欢迎的程度 它是一个程度 所以它不可数 来 课本上的例句有两个 This newly released computer game has become quite popular recently 来 先看一下这句话 它的主词是 This newly released computer game 这几个字 这五个字是主词 在这个主词当中呢 老师用蓝色荧光笔画起来的是一个复合形容词 我们在二上有学到 复合形容词呢 它可以是一个复词加上PP的状态 像这里的newly这个字是最新底 它是个复词 然后呢 再跟release这个字 release这个字叫做释放 然后被释出 那它是用d 就是表示它是被释出 它是一个复词加上PP组合的一个生字 那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中间为什么没有那个连字号啊 因为我们有记得 同学可以回去翻译一下我们二上的一个文法书 剧情本上还有告诉你 如果前面这个字呢 有ly结尾 我们这里就不需要加这个连字号 那留意一下哦 好 所以什么叫newly released的呢 你可以帮自己写下 它的中文新发型的 这个最近呢 才刚刚被释出的 好 所以呢 the newly released computer game 这个最新释出的电脑游戏呢 它已经怎么样 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助动词 这个game 是主词单数 所以我们助动词也选择单数 所以the newly released computer game 这个最新释出的游戏呢 已经become has become 已经变成了相当的popular 相当的受欢迎哦 recently 时间反在后面 在最近 好 在最近的时候 recently这个字 好 是最近的 好 那留意一下这个become呢 它是连缀动词 帮自己写一下哦 连缀动词后面要加什么呢 后面要加形容词 所以become 后面加上popular 第二个例句 the candidate's popularity is quite high so I think he will win the election 然后我们看例句哦 主词是the candidate's popularity 好 前面这三个字是主词 candiate这个字叫候选人 它是值得你现在就可以背起来的单字哦 candiate这个字 candiate这个字是候选人 所以呢 这个候选人的 各位可以看到他这里有一个所有格 什么什么的 the candidate's popularity 它的受欢迎程度呢 动词是这里 是 是相当怎么样的状态呢 is quite high 相当的 这个快词这个字是一个副词 叫做相当的 好 所以是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哦 这么的高 所以呢 来连接词出现了 连接词连接前面这个句子跟后面这个句子 所以呢 他就认为啊 他从他的受欢迎程度来判一个 I think that 我认为这里可以补上一个that 你可以帮自己写一下 that's后面加什么呢 一个很完整的子句 好 所以呢 他就认为 I think that he will win the election election这个字叫选举 选择 他可以在这个选择当中能够胜出 那popular这个字呢 跟他有关的还有哪些片语呢 popular这个字 我们可以再多补充一个例句 Nike Nike is a popular brand popular brand 这个字叫品牌 所以它是一个很流行的品牌 of sportswear 运动的时候穿的东西 那就是运动服装 运动服装的 popular brand 流行品牌 还有呢 非常喜欢考的 叫做be popular with be popular with be popular among 各位留意一下哦 在什么人之中 或者是对于什么人而言 这个主词呢 它是be popular 它是很受欢迎的 你看啊 我们的这个with跟amount呢 会翻成受到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人而感到欢迎 所以这个be popular with 跟be popular among 受欢迎的手机 或者是 among among young people 好 接下来呢 跟 popular有会搭配的一些单词 像是 popular opinion opinion opinion叫意见 所以 popular opinion就是大众的意见 一些舆论 好 一些相名的想法 popular belief 大众流行的believe信仰 还有 popular music 流行音乐 好 最后这个misconception 各位帮我把这个miss画起来 miss这个字是否定的意思哦 那conception呢 concept concept concept就是概念嘛 conception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名词 好 所以misconception 就是一些错误的观念 普遍的错误观念 像是 it's a popular misconception what is the misconception 就是后面这个 that women are bad drivers 很多人都认为女生是不太会开车的人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popular misconception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 那popularity popularity ity结尾的popularity 他的这个字呢 还有补充的像是enjoy the popularity enjoy popularity 你很享受 那就是受到欢迎 或者是 gain的 获得growth 增长 increase 增加 这些都是会跟popularity 做搭配的一些动词 获得的意思 所以获得 在哪方面呢 in popularity 在他的受欢迎程度上 他是gained 是获得的 像是cycling has gained in popularity in recent year 在最近几年呢 cycling 鞋脚踏车车这件事情 已经获得了 gained 已经growth 已经增长了 一定increased 已经增加了他的受欢迎程度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字 popular 因为我看了 你会有点 按照 如果您需要 点赞 转发 点赞 订阅 转发